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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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继续收看我们要聚取财经台每周股的环节 身边是嘉宾来自我们研究部的经理陈伟聪在旁边 Jason 你好 逢星期三,我和Jason和大家推介这些股份 记得也留意着我们 跟进上一个星期 Jason和我们推介一项股份 就是编号1800的中交件 似乎股价方面不是很动 整个星期来说只升三先 升幅都有0.46% 很可惜好像差一点就买到了 你整个星期低位在6.37 而你计算的买入价在6.35 差两先就买到了 对,差两格 你看到上星期的市亦比较静一点 所以这只股份其实都是横行为主 你说现在就算上一些 去到现在6.4号 其实又不是说真的差太远 你说未来市回一回 你说股价会不会再下回去 你说6.4以下呢 相信有这个机会的 所以暂时来说 就未必需要去到高追注 可以再等它回回一点 在6.4号半 或者6.4这些位置才买回 目标价仍然都是维持 就是上面7元做一个短线的部署 好的,Jason 来到全新一星期 今天和大家推介哪些股份 今天这一项都和铁路有些关系 但不是做一些承建商 而是做一些所谓的营运商 说现在香港上市唯一一家铁路的营运商 就是525 即是广深铁路的股份 好,看看股价先 现在来说跌6先 报3.8号九 都听听Jason 为什么会推这些股份 我们从基本面开始看起 看看他们的最新业绩 就是去到13年首三季度的业绩简价 就是接着到今年9月底截 首先看到营业额方面上升4.3% 去到116.39亿人民币 股东应佔日利下跌9.2% 经营利润率要跌1.7% 顺利率也跌 另外见到经营现金流 以及正现金都有个下跌的情况 如何看待业绩 好像第二季很差 因为如果你只看第三季 其实也不会太差 最主要在第二季方面拖低表现 没错 你看回这些所谓铁路的营运商 它本身最主要的业务 都是来自一些客运、货运方面 而这些的运输量 亦都是跟整个经济环境 有个相当之大的关系 你看到今年在第二季的时候 内地经济都相当之疲弱 都令到很多公司下单方面 是落少了 整体货物的运输方面 亦都是大跌 所以拖低它在第二季方面 盈利是相当重要的 但是在第三季 都开始有个复苏上来的时候 都见到 今年头三季的业绩表现 虽然盈利方面都要跌 但是整体的跌幅 其实都比起头半年来说 是收窄了 你说去到今年的第四季 甚至乎去到明年 根据很多大行报告的预测 都仍是有一个进一步的复苏空间 甚至乎去到明年 很多大行报告 这间公司的盈利 应该都有机会增长超过两成 所以你说单看今年头三季 就当然不是理想 但我相信最黑暗 最艰难的时间 应该已经过去了 好 如果看这份业绩 都分了几个范畴 看看其他的业务表现 看看上半年的数据 分了三大范畴 可以说是客运 货运 和网络清算 以及其他运输服务 先看到客运方面表现比较平稳 升6.5% 去到总收入来说 有成接近40亿 反而乘制列车做得一样 按年离比要跌接近2% 直通车升半成 长途车方面升接近1.1% 另外货运方面好像做得一样 跌也要半成 而这个是否和经济敏感度 都非常物质有关 是的 而且你看到在客运方面 在乘制列车方面 都跌了一些 当中可能因为竞争方面 是越来越大 你说现在 由深圳到广州方面 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种类的交通工具 变成都令到铁路方面的市占率 都开始是降低了 你说直通车方面也是 你说现在香港上去广州 除了你说搭火车这个交通工具之外 亦都可以选择搭一些旅游大巴 可以选择搭飞机 所以整体来说 直通车方面的增长都不算特别快 另外你看到货运方面 亦都要跌了接近5% 这方面都是纯粹因为经济活动的影响 因为刚刚都说过了 今年第二季的时候 内地的经济都比较差 导致很多原材料方面的运输 都停下来 放慢了 变相拖累到货运业务的表现 好 之后我们不如看看客运量方面的表现 有个图表和大家分享 首先都看回集团过去三年的客运量表现 我们集中也要看回红色那条线代表2013年 另外灰色那条线代表2012年 年初至今 首先看到1、2月的时候 红色那条线也是最高的 代表它暗年变幅那时候 就是情况最多 另外也回到第二季度 或者由3月开始看起 红色那条线和灰色那条线就黏住了 代表2013年那个暗年变动又不是太大 去到第三季 看到红色那条线又开始抛离灰色那条线 会不会因为这个trend来说 都可以憧憬第四季 红色那条线更可以远远抛离灰色那条线 是的 所谓红色和灰色那条线的距离 就是代表在月份的客运量的暗年增长 如果你说的距离是越来越大 就是代表着增长的动力也是越来越高 你看这个图就很明显的 因为在今年的头两季 特别第二季的时候 基本上客运量是没有增长的 甚至乎在个别的月份 好像4月来说 都是录到一个轻微的下跌 但是这个的现象去到第三季 就逐步是扭转回来 你看到7月份和9月份 10月份方面 都有一个不错的升幅 甚至乎跟2011年 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年度来算 其实第三季的客运量 都开始追回到当年的表现 如果你说这个势头仍然是继续 或者内地的经济仍然都不会 或者突然之间转差的话 我相信整体客运的增长 去到今年的第四季 甚至乎去到夏年的年初 都会有一个相当之不错的表现 看回数据来说 今年的第三季方面 客运量的升幅 都去到接近5% 比起第二季方面 只是增加1.4% 都是为之好的 好,看看客运量方面 图表都差不多 看看这个情况 好 分回三条颜色线 分别是11年、12年 最重要的是红色线 13年 首先到第二季方面 的情况都很差 因为红色线是最低 而且盒力也是最大 但情况好像改善了 去到第三季的盒力 现在就有增长在那里 怎样看这个趋势 是否预测 分离第四季的情况 会陆陆续续改善呢 始终货运整体的表现 更加跟经济方面 有相当高的相关度 如果你说看回 之前你说在第二季的时候 由于内地的经济 都是一般 刚刚都说 铁矿石 或者煤炭方面的 运输都下降得很厉害 变相 令到同比的变化 有一个很明显的下跌 你看到图上 也看到 好像在五月份的时候 按连货运量的跌幅 都去到一个接近双位数的数字 但是这个跌幅去到第三季方面 就逐步在收集中 甚至乎在十月份方面 都已经开始回复正面的增长了 你看到一个实际数据来说 在今年到现在 货运量虽然 按连货运量的跌幅都有5% 但是如果你说单算 就是七月至十月 其实跌幅都收集到1.3% 我相信你说 无论是客运量 或者货运量表现的改善 对于未来的业绩来说 都会有很大程度的帮助 好 既然说到货运量方面 其实大部分 一些铁路货运 都是主要运回工业用品 一定跟经济周期的敏感度 非常之高 所以我们下一幅图表 可以看到 就是用制造业的PMI指数 做对比 首先看到红色那条线 就是代表中国会控制造业的PMI指数 如果跌穿50 你会看到 蓝色那条线的跌幅 就有一个隔期的情况 例如5月份 你看到蓝色的情况 货运量要乘-14.1% 但你会看到 红色那条线 如果上回50水平楼上 跌幅又收集了 去到最新8月9月来说 跌幅就不断收集 现在去到10月份 去到0.8% 同样地的trend 都是向上升 亦有改善的情况 是的 PMI方面 大家都看到 第二季的时候 当然是很差 甚至乎 都跌到最低47.7% 当时都令到 内地企业方面 接单方面少了 还有在采购原材料方面 异欲方面都是降低了 便是令到很多金属 很多煤炭方面的商品 其实在那个贵度 都做得相当差 除了价格下跌之外 亦都看到货运量方面 都有个很明显的下降 便是看到两条线 都相当同步 当PMI下跌的时候 货运量都不会有个好的表现 但你见到很多的PMI 开始在8月份的时候 上回那个盛衰分界线流上之后 就见到货运的增长 都开始收窄了跌幅 虽然你说到10月份方面 都只是轻微增加0.8% 但不要忘记 上年这个时候 货运基数都不是低 所以你说能够由一个负数的水平 转回正数的增长 其实都已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 是的 而且可以预示到 中央政府未近那几年 都是穩增长维稳为主 所以都希望货运量 都可以回复正增长 有没有其他的资讯 要大家知道呢 尤其是所有的政策面方面 都重要的 Mare Jason 跟我们讲讲 就是说未来的方向 穩增长 那我们有些什么可以衝敬反呢 穩增长方面 有很多措施 包括对于中小企来说 会加大融资力度 例如你说 好像在山东全会方面 都说到 在税制方面做一个改革 由一个营业税 改征一个增值税 希望令到企业的负税 的负担都能够降低 再加上你看到近期 内地方面 都在银根方面 都仍然是偏向宽松 都尽量希望 在那个拆息方面也好 或者正体的借贷利率方面也好 都尽量保持到一个 叫做较低的水平 那变相就令到 就说经济 特别一些製造业的公司来说 都可以有一个明显的复苏 那如果你说这一个措施 或者这个发展的大方向 都能够是 就是维持到这个稳增长 你说到下一年的GDP 都能够维持到 大概7.5%附近的话 那我相信 整体货运量方面的表现 就应该会有 不错的上升的表现 另外我们也看看 有什么国家政策 可以扶持 有一个现件书 都跟大家分享 就是国务院 关于改革铁路投融之体制 加快推进铁路建设的意见 非常之长 不如跟大家介绍一下 Jaden 其实现在都说 就是希望铁路的价格 可以市场化 因为一向都说 公路的费用 其实都经常都说 大幅高过一些铁路费用 究竟怎样可以拿到的平衡点 以及所谓大家说的市场化 在价格方面 这个关于铁路改革的意见 就是今年8月份的时候出台 当时大家都会觉得 未来铁路的运输方面 就会开始逐步走向一个市场化 除了引入更加多的竞争之外 也都要在那个运价上面 着手做一些改革 因为现在在货运方面 其实在铁路的运输价格 一直以来都处于一个 相对比较低的水平 稍后也有一些图 跟大家介绍 连通胀方面 其实在过去来说 都是追不到的 如果你说铁路价是这么低 但是反过来说 公路的运价是高这么多的时候 似乎就出现一个 不是这么对称的局面 你说接下来 两者方面的收费 会不会进一步拉近 相信机会高的 因为说这个铁路改革的意见方面 都很着重提出这一点 就是希望铁路的定价 都尽量和公路的定价 保持一个正比的关系 甚至乎都希望建立一套 整个完整的 关于铁路货运价格 和公路货运价格 变化一个动态的调整机制 意味着如果你说 公路的运价是加的话 对于铁路的运价来说 都会有一个上调的空间 就不像以前那样 公路不断加价 但是铁路方面 一直都维持一个 相对比较低的水平 就令到很多铁路公司 长造就长蝕 好 不单止只是交通方面的范畴 想做一个价格经济 还有些天然气、石油等等 另一个政策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生化改革药缸 重大问题的决定 不单止交通 还有其他范畴都要注意 其他范畴就没有关系 基本上我们今天说 这个广深铁路 最主要是说交通的层面 这一个决定 就是三中全会方面提出的 当中希望很多样 都做一个市场化 特别就是在交通、铁路的层面 相信定价机制 未来都会逐步开放 由市场的供应和需求 来定一个所谓合理和平衡的价格 不如说一下 为什么今次要改革的主要目的 其实经常都听说 铁路股的负债很高 究竟今次这样的政策的大方向 可以帮到他们多少 这个就是一个改革最主要的目的 因为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来计 其实内地去营运铁路方面 包括以前的铁道部 或者最新的 刚刚组成的铁路总公司 其实都是面对一个相当艰难的经营环境 你说铁路是否本身没有人搭 没有一个足够的运输量 就绝对不是 但是你说为什么他们都好像 做极都是要亏钱 最主要都是因为 那个运价方面就过低了 就连一些最基本的成本方面 都是弥补不了 你说在长年、六月以来 一直都是靠一个货运的 叫做价格 或者靠货运的业务 来抵消客运业务的亏损 那就是说如果你说 那个运价长期都保持低水平的话 基本上你说做铁路的公司 都是基本上是相当难做的 那变相都令到 就说现在中国铁路总公司方面 那个负债都越来越高 因为他们当长年去到蚀钱的时候 又要再拿一些新的资金 来到建一些新的铁路 那变相就令到他们的 融资的需要就越来越大 那变相就令到 如果负债方面都是急剧增加 那这一方面其实对于 你说现在内地来说 都是有个警号在这里 那始终你说他们的债务这么高 那会不会其余牵涉 包括一些银行的贷款 一定是有机会收不回呢 又或者可能一些影尖银行方面的出现 令到地方债方面的负债又越来越高呢 那这一些问题 其实中央都相当之重视 那你说要解决呢 起码有个盈利能力可以提升 是的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经常都说 那一块钱拿出来 但是那个回补期真的很久 所以希望引入更多的民间资本 又或者其他的私人企业 可以帮到他们 这一方面来说又是怎样呢 那会不会说成效 或者执行都需时比较久一点呢 这个就是说运价要调升另一个目的 因为说如果你好像过去那十年里面 运价一直都处于一个低水平的 人家投资下去都要蝕本的话 那基本上你说要叫一些私人的企业去到参与 铁路方面的投资 或者买你一些相关的债券 基本上都不可能的 因为如果给出你一个做生意的人 都是很现实的 看着盘数有没有钱赚 如果你说我投资去其他方面 包括去房地产 去一些开矿方面 是能够可以短时间之内赚大钱 但是反而如果你说 我放些钱去投资去你一个 即是铁路项目 但可能回报期要去到十几二十年 才有机会回本的话 那对于一些私人的企业来说 或者一些私人的生意佬来说 就未必说真的 那么有一个意欲来投资去铁路方面 所以你说要将运价提升 希望令到整个铁路营运方面 可以更加快回到本 以及赚钱的能力方面 都可以提高 我相信这个也是一个改革的重点 好啊 Jason 你说到 希望铁路的价格可以提升 至少跟公路的价格差不多是接合的 其实除了公路还有其他的 例如一些巴士或者航空公司等等 都有一个竞争在 是不是这方面也要考虑呢 是的 这个当然你说他加了价 就可能令到他那个叫做 价钱上的竞争力会降低了 但是不要忘记 就算你说好像以货运的价格来算 你说现在的铁路运价 都远远低过公路运价的时候 就算你说现在铁路运价 每年加回可能是一成左右 那其实都是和公路的运价 有个相当之大的距离 那变相就是说铁路的价 就算是升也好 都未必说会即时影响到 那个需求量和运输量 那反而如果你说加到价之后 他们那个的营运的效益 就会提高了 那他们来今会有更加多的资源 来摆在一些维修 摆在一些检查上面 令到整体铁路运输的安全性 是能够提高 令到服务质素都能够增加 好啊 不如我们也看看 就是说全国铁路运货的货运价格 其实原来在较早时分 长期都是低过通胀的水平 我们看看就是由05年开始看起的 那个增长的幅度 首先说07年真的差一点 升得2.21% 去到2008年 2009年都有个上升 但很可惜去到11年 只有1.94% 加价的幅度都非常少 而且我们也在说 就是大幅跑输的通胀水平 是的 这个都相当重要 因为你看到那个货运的价 如果你说每年都加了2.3% 其实都同 你说过去中国的通胀 去到整个5% 都是有个相当大的距离 最近这两年就慢慢在改善 意味着就是说中央方面 都知道的运价 就必须要在短时间之内 要去到提升 所以你见到它在上一年 加了9%以上之外 去到今年的2月 亦都再进行另一方面的提价 今次那个调升价格的幅度 就更加去到13% 在说每吨公里 就由大约1.5% 就加到1.3% 整体那个平均的升幅方面 都是比起过去的10年来说 都是为高的 好 虽然今年就说加成13% 但如果你比起公路的运费 仍然还有很大的空间 是Jason 因为看到就是说 目前公路的运费 每吨公里 就在三毫至五毫左右 如果比起就是说 铁路的运费还差一截 是吗 没错 我们都看下一页 你看到本身公路的运账 其实都是相当之高的 因为很多收费公路 在过去来说 一直都是靠一个所谓 垄断的主义 一个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 都令到他们的运账 就不断地提高 所以那是为什么很多人之前 都不断要求那些公路的公司 就希望要减那个价格 但就算你说下调了也好 但整体那个平均公路的运账 的费用 每吨公里大概都 只不过是说三毫至五毫 这个运费 比起铁路的运账 都是为之高的 高的幅度 都有成是两倍多至四倍 如果你说比较外国来计 平均公路方面的运账 比起铁路运账 大概就是高两倍左右 所以如果你说 现在内地方面 两者的距离都还差那么远 比较外国来说 亦都是属于一个 不合理的区间的时候 我相信 铁路的运账 都还是有一个 相当大的调升空间 好 但是你看看 就是一些比较低端些的 夏云票价 原来都有成十六年 没有加过价 希望未来都可以 就是说明年 统一有个价格的情况 如果统一加价 会不会有可能 有一个矛盾在那里呢 因为你有通胀 而加的幅度 又不可以太多 当然通胀是一个问题 但始终你说 好像在最近这两年 就算通胀都好 都是可能2-3% 去到明年可能3.0% 都不是说一个所谓 恶性的通胀 但是你说 在这个客运票价来说 16年没有加过了 就是过去那16年 就是长期处于一个通胀的环境 但是客运票价 都是完全没有加过的时候 意味着 其实这个票价 都长期是低过一个 所谓合理 或者市场化的水平 所以你说去到明年打厚 或者慢慢将这个客运票价 加上来 其实都绝对不出奇 除了你说 将一些低端的客运票价 要加之外 一些高端的 例如高铁方面的票价 亦都要同一个市场去竞争 包括你说 好像很多航空公司 都开始要减价 来到欠客的时候 变相都要令高铁方面 定价方面 要更加有个弹性 包括你说可不可以 当那条高铁刚刚起落 没多久 可以推出一些所谓减价 或者discount的优惠 又或者在一些比较淡贵的时间 都尽量将票价压低一点 如果你说 现在 所有这些客运票价的定价权 都落在那个法举位手上的时候 其实对于铁路公司来说 就是没有一个弹性处理的方式 就算你说淡贵 没有人回答都好 但他们都不能够随意去到减价 来到吸客 但你说去到将来 即是做了市场化之后 除了你看到部分一些低档的客运车 又或者一些货运的业务 可以是加价之外 亦都可以令到部分一些 比较高端的铁路 一些客运的业务 都可以随着那个的时间 或者随着那个市场的竞争方面 来到就是下调的票价 或者那个 将折扣方面加大 从而就令到市场占有率方面 可以提升 在那个叫载客量方面 都可以有一个增加的情况 对比现在 你说没有任何以价能力来说 就绝对是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根据美人的一个研究报告 在基本的情况之下 预期明年的货运和客运票价 都可以加大约5%左右 都合理的 Jason 我们不如看看第三个利好因素 有新的高铁线就开始会开通 就是厦门去到深圳的高铁线 将会在10月28日开通 一等票200元都能接受到 深圳去广州一等票也有100元左右 是的 如果你说厦门去到深圳的高铁 那当然200元来说不算贵 你说现在好像深圳去广州 其实本身好像和邪号方面 现在暂时都不是一个高速铁路 都要100元 其实你说高铁方面 就是价钱高一点 其实都相当之合理 还有你说那个时间方面都相对是短 因为你说的 由厦门去到深圳 如果你坐一些叫做直通巴士来计 那个路程都要用成六个多七个小时 对于你说一些本身短途的旅客来计 你说如果要用成一天才能够到达目的地 那去走的时候要用一天的时间回程 那变相就在那个叫做安排旅行的时候 都相对是比较困难一点 那你说现在又高铁之后 你说12月28日开通之后 那说全程 说由厦门去深圳 都是三个小时 那意味着你那一早早出发的话 那去到下午之前就可以到达了 甚至乎你说去到目的地之后 吃完午餐都还可以 那变相就令到在旅游方面 就可以大大提升 就是两地方面的来往 那也都见到 因为这个高铁的开通 那福建省那边的旅游局 都现在是着力打造一个 所谓三大高铁的旅游圈 那编制着一个 关于高铁旅游的发展规划 那意味着 未来我相信会有 越来越多的旅行团 就由两地去做一些比较短途的航线 短途的一个旅程 令到高铁方面的载客量 都可以提升 那说东莞到厦门三铁团 你都列了一个 汽车的团价格 就五百五十元左右 飞机团就二千一 另外高铁团价格 就是一千元 刚刚在中间 而且如果你说高铁团的话 省了很多时间 至少稳定性 没有了就说塞车 听起来的弹性都非常高 没错 如果你说好像比起 汽车的价格来说 的确是高一点 正如你所说 起码不用塞 而且起码在时间上 可以省一半 对于短途的旅客来说 都是相当之重要的 但是你说对比飞机 虽然是叫慢了 但是如果你说 计算登机那些 登机和班机的延误 甚至乎由机场 去市区方面的车程 其实加起来 你搭飞机方面 都不是可以省很多时间 但是机票方面 要二千多元 比较高铁 是九百多元的话 我相信在性价比方面 高铁的旅行团 都绝对有很大的优势 明白 好,我们再看看 就是第四个利好因素 Jason 你现在推理你的股份 其实说了很久的 因素 就是衷敬无公司方面 港铁集团方面 就是会有注资行动 其实都存了好几年 如果简约是城市的话 现在铁路的规模 由延至四百多公里 可以递增到四千八百公里 怎么看这个注资行动 其实都憧憬了很久 如果真的一旦落实 就真的不得了 这个全民都说了 接近四年多五年 都记得在海啸之后 当时都因为要大力 发展这个高铁的项目 铁道部方面 都要有很大的融资的压力 变相都很多人说了 会不会都令到 部分一些铁路公司 一些的营运商 都将旗下的资产 就陆续去拆出来 在香港那里上市 就希望扩大那个 融资的平台 由于你说现在 港铁集团方面 除了你说经营广东省的铁路之外 也都是有湖南省 和海南省方面 就是相当之大规模的铁路项目 之前都传说 会不会都将这四千多公里 就完全注入 这家上市公司那里 做一个融资的平台 当然 你说传闻就说了很久了 但是你说去到近年多两年 这个消息方面 就没什么再提过 可能你说短期之内 所以暂时这个计划 都未必说会是进行 但是基于 如果你说来近内地方面 都继续要大力发展这个高铁 还有你说内地 现在那些铁路公司 在融资上面 都仍然是比较难的时候 那我相信 不排除来近的时候 你说可能两三年之后 真的有这个注资行动 都绝对不出奇 就算你说 不是一次过注下去了 你说是逐步的注资 但是至少这个概念来说 都值得大家去到 就是留意和炒作 再加上你说集团 看回报价值方面 那现时 都是没有一个 就是淨负债 反而淨现金方面 都有十七亿那么多 在一个这么强的 资产负债表的支持下 相信你说 现在要收购这些资产 应该难度都不是太高 嗯 好啊 刚刚你也说到 就是说 未来有个新的铁路线 就会开通的了 那不会呢 就是那个开支 营运开支方面 都有一个大增在那里 说就是说 首三季的营运开支 升了6.10% 如果收入来看 就升了4.30% 开支更大个收入 这个也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利胆风险 是的 这个利胆因素 大家都绝对要留意 因为你看到 它的营业价格 其实今年头三季是升的 但是为什么你说去到 利润方面要跌呢 最主要都是因为 那个营运开支的增加 就令到个利润方面 是有个很大的压力 那当然 正如你所说 你说在今年 就是头三季 之所以要用多 那么多的成本 都是因为在一个 请人方面 都是就是请多了 那应付就是说 未来开那个 高铁的项目的 那你说在今年 请下的人手 去到明年来说 就未必说 再需要大量去增併 那变成就是说 今年增加了的开支 去到明年 就未必说 会再有一个大幅提升的空间 所以我相信 这个所谓开支上升的因素 今年就会完全浮现出来的了 去到下一年 这个问题 就可以慢慢舒缓 然后再谓开支上升 第二点 又说就是铁路的运费 改革的进度 又有阻滞 又回到通胀市 是的 这个其实刚刚也说过 始终你说 现在在内地方面 过去那两年之所以 货运的运价 可以升了 接近一成那么多 都是因为 通胀水平 都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但是如果你说去到下一年 当我通胀开始上去 就是3.5%至4%附近的话 就有机会令到中央 要调升一些 运价的压力 就会出现了 始终你说现在内地方面 很多一些 就是所谓 中端的制造业的产品 那个最大的成本 都是来自物流方面的费用 如果你说公路运费又高 或者铁路运价又要加的话 变相对于整体货品方面的价格 都会有很大的上上压力 所以通常这个问题 我相信都会阻碍 整个铁路运费改革的进度 好 再看第三个例子的因素 Jason经常推股份 就是因为PE便宜 现在一定要翻转 PE都比过去那五年的平均值 来说是位置高的 最新的预测PE去到16.5倍 暂时都是不是比较贵少少 是的 那这个2013年的预测PE 16倍多些 其实都比过去那五年平均值 就是13倍的 但当然我们看就不是说 只是看今年 因为刚刚都说 今年在头两季做得比较差的表现下 盈利就没有什么增长动力在 但如果你说去到下一年 当运费就有机会上调 货运量方面又有改善空间的话 我相信全年的盈利增长 是有机会去到一个双位数的数字 意味着如果我们看2014年的预测PE 就会降低到大约14倍 跟平均值来算又不算差很远 好的 Jason 我们先看看部署策略 现价可以买的 目标价可以看到哪裏 这一只股价近几个多月都在做回调 就算你说近段市场大升也好 它都是没什么跟着的 不排除你说 当市场开始回调的话 资金就有机会去到这些所谓 防守性比较强的股份那裏 做回一个吸纳 所以你说现价来说 我觉得在走势上 都值得去到一个吸纳 所以你这些位置买的话 下面就定低止蚀 就放回3.7 上面的中市目标价 我觉得可以看到上去4.7 当然短期的阻力都在4.1附近 明白 好,谢谢Jason 很多谢你在525方面的长进分析 本身有没有买这股份? 没有持有的 没持有 好,谢谢Jason 节目时间差不多 想重温节目楼龙的话 可以浏览我们的网站 网站www.bschannel.com 休息一会 稍后回到九居的直播幻节 不要走开